1919 May Chow 我想問 它高追了 13 元有貨 為什麼止蝕 這一類航運股 我自己就看得比較淡一點 去到下半年 我都相信 這一類做集裝商的航運版塊 就未必說可以 好像過去兩年那樣 再有一個很大的勝負 甚至乎 如果你說 接下來那個 炒歐美那邊經濟衰退 擔心可能去到年尾那些消費旺季 當地那些零售商 不是說有一個很大意義 來補一些存貨 來盡口一些貨品 其實對於這一類航運的需求 一定會有影響的 而且如果你說疫情慢慢緩和 之前什麼失港的問題 也都是慢慢打通 運價也都是會下降的 還有去到下年 之前有些船公司 是訂了一些新船的 都是慢慢會做一個交付 整體的運力上那個供應 一定會有一個持續增加的趨勢 所以我自己有些疑問 就是運價在過去兩三年 一個這麼大的牛市 應該就已經是接近尾聲的 就算你說接下來再上也好 那個空間一定不會太大 反而你說反過來 下那個的幅度 要小心一些 可能會挺明顯的 所以1919這隻股份 我覺得暫時來說就不適宜去再賣得太多 當然你說短線炒波幅 這些就自己看著那些阻力支持位 但如果你以一個叫基本面投資的角度 打算看可能九個月至一年 其實這類型的股份 我就不建議這一刻去買了 另外一位觀眾他都是想問1919 還有另外一隻1308 兩隻都有 1308就28元有貨 191917元有重貨 他說叫救命 怎麼算好呢 這件事就都要自己去想一想 因為我剛剛都說了 如果你說航運股我的看法 未來這一年就不看好的 即是說我一定不會拿這些航運股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自己拿了重貨 我覺得就一定要找位減量 至於你說去到什麼位減量 很難猜的 如果你說時又時又可能彈一下 就算你多差的股份 都會跟著可能彈一兩天 彈幾個百分 所以你說1919 如果你只看走勢 接下來如果他有機會 譬如彈上去12元差不多的 12個多的 那就可能找位減少一點 當然如果你說不想輸這麼多 那你就可能不要一下子沽著 接近來再彈高一點點 再走過去 但是我也是那句 我的觀看對於航運股就不看好 1308都是這樣的 都是做一些集裝商 相關的股份 我覺得這一陣子的跌勢 其實市場上都開始投的一個 不進任票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要逆著市場 你還在想著 可能過去兩年 他們很風光的日子 就絕對是錯的 因為航運股是一些很周期性的行業 通常你經歷過 兩至三年一個大牛市運價 是瘋狂上升之後 之後那幾年是要還的 所以這些航運股就不要當是一些 可以持續增長的辦法來看待 一些周期股 周期就是高峰完了之後 就必定是一個下滑的勢頭 所以這些股我覺得都是 有貨的話就盡量趁反彈就走了 是